《民国六十八年》 民国六十八年 一九七九年 大概我大三的时候 我正式的发表了 在唱片里头的一个歌曲 那时候 歌龄唱片有一个叫 《新金曲讲》 新金运讲 新金运讲 他们就这样的一个合集 那里头 那时候有黄大军 周志平这些人 他们就是台南唱唱 那时候我已经 就是正式的一首歌 叫做《玻璃鱼》 那是我的 应该算是第一首发表的 民歌的作品 那在同年 我另外一家唱片公司 他出了一张合集 那我在里头也唱了两个 自己写的歌 所以那年对我 一个创作来讲 这个流行歌曲在起飞的时候 大概民国七十四年七十五年 然后我们认识到我们结婚这段时间 事实上我和丘梁呢 就是我想两个人的力量 可能是真的是蛮大的 就是两个人的脑子 两个人的决心 所以很快地跨越那个 比较模糊的那个 就是说那个时间 可能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 从民歌的时代 要转成流行歌曲 在心情 在手法 在适应方面 在开创方面 可能都没有办法 适应得这么好 那我们两个算是 破釜成舟吧 因为我已经从美国又回来了 决定再给自己一段时间 好好的经营这一条路 创作的这条路 所以刚刚好那个时候 张青芳在找歌 然后范怡文在找歌 林慧平在找歌 那我们两个开始合作的时候 就碰到这三个 其实只有慧平是 算是有出过几张唱片 张青芳也算是新歌手 范怡文也是新的歌手 那我们就 我还年轻 一生情一生还 还有吴琴贤 正好就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就出了三首歌曲 很快的就 在排行榜上面 它就有一个很漂亮的位置 所以我们那个位置 流行歌曲作家的位置 似乎就很快的 两个人的努力 然后歌手当然也表现得很好 再加上整个时代的需求 所以这三首歌呢 就很成功的 就是有很好的位置 所以我们两个 其实在这整个跨越的过程当中 好像没有太刻意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觉得 就是这样做 就努力 当然你要持续一个事 一个你所谓的一个 想要做的一个事业的话 你一定要持续的热情 但是光持续热情一定不够 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一个关卡 这些关卡除了有 正好有很重要的人士提点或鼓励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我是觉得我可能做其他的事情可能都做不来 我如果没有好好写取我大概这辈子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在这世上 所以这个是我的决心 其实有挫折或是对创作人来讲不是坏事 它其实都是养分 过得太顺遂有时候是 你没有真正的那种心里的那种 因为你挣扎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能量出来 它会表现在你的作品里面